我們先來看到國民黨現在氣勢 是不是真的要翻轉了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朱立倫 真的祭出家法祭出黨祭了 為了要兼必親野 像是這一位 國民黨的中常委范成蓮 前幾天去站在這個 去站在郭董的旁邊 還說他就是用個人的身份來參加 也不擔心黨紀主份 記得你不怕人家朱立倫出手了 今天直接拔掉中常委的頭銜 然後也停權兩年 國民黨做出了這樣的動作 說黨紀沒有模糊的空間 再來我們就來看 這個要邊緣郭台銘之後 接下來藍白要怎麼來整合 今天有侯正穎的人士跟媒體這樣講 我們請冠婷一起來看 侯友宜這邊的人說 侯友宜現在正在為訪美行程 全力準備 對 侯友宜應該是九月中的時候 要出發到美國去 那麼這個侯正穎這邊研判說 訪美回來之後 侯友宜的聲勢會比現在更高 到時候再跟柯或者是郭等等的人 來談合作會更加有利 來這個冠婷怎麼看 現在侯正穎這邊的人是蠻樂觀的 覺得整合最後一定是談得成的 確實 侯友宜陣營 包含國民黨支持侯友宜的這一些人 現在看起來是信心滿滿 而且以民調趨勢來講不可否認的 我們對於民進黨來講 對於賴清德的團隊來說 也是要嚴正以待 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侯友宜確實他的民調開始往上升 那感覺他整場選戰的節奏 也開始在正軌上 開始提出政策 他現在不再都是老三 有的時候也會跑到第二名去 所以現階段如果以實務上來講 郭台銘被放到民調裡面去 侯友宜變成第二名的機率變高 所以這證明了之前 其實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私下講說其實郭台銘參選 對侯友宜影響還好 反而如果今天只有撒卡都 柯文哲被影響的少 柯文哲反而在第二多 侯友宜第三比較多 現在如果變成四個人 侯友宜反而變成第二 侯友宜反而可以去跟另外三個來整合 所以這個是他們微妙之處 就是沒有違反侯友宜當老大 然後來整合民調比他低的人的這個脈絡 可是現階段其實侯跟柯都有一個戰略 在過去這幾個禮拜來看起來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努力的想要邊緣化郭台銘 所以逼死的郭台銘 在他的選戰節奏中 提早的告訴大家他要連署這件事情 而且提早啟動 那每天都現在這件事情 確實也讓郭台銘的話題 變成每天是討論的熱點嘛 是啊 你看前兩天 當黃世修被質疑說 你之前在搞連署的時候 那個個資有外洩 然後黃世修講出一句 會用運鈔車規格 來運這個連署書 結果馬上媒體就跑去問郭台銘 郭台銘就講 我哪有用連署書 哪有用運鈔車 結果兩邊開始說 郭台銘跟黃世修意見不合 天啊這多無聊沒營養的新聞 結果佔據了一整天的版面 後來還我認真去解替黃世修解答了 因為黃世修要是說連署書規格 他說運鈔車規格 運鈔車規格啊 運鈔哥規格不是等於運鈔車啊 所以就好像我們去那個路邊攤買 他說這是LV規格 LV品質 但不是LV 一樣意思啊 對 所以這都話題啊 所以郭台銘像現在成功的 你看連林志玲也在講啊 什麼都是話題嘛 9月13日以前 所有人都在猜郭台銘的副手嘛 一道菜可以切這麼多豆來賣 也太厲害了 一條魚啊 一下子林志玲啦 一下子跟他講三條件啊 今天又有最新三條件 每天的三個條件都不一樣 都在猜你的副手是誰 但是他有沒有達到效果 有 郭台銘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你無法忽略我要參選的事實 對 我連署繼續往下走 我算給大家聽喔 他這個算法怎麼算 今天他們把目標拉到100萬張 連署輸看起來很高 可是我們回到他連署通過的30萬張 其實非常輕鬆 30萬張用73個立委選區來分 等於一個立委選區只要4000張 簡單啦 4000張什麼意思 就是所有選立委或選總統的人 在各個立委選區拿到2%的選票 1%大概是2000票 所以2%是什麼意思 郭台銘他現在有的民調 10來%的始終的鐵粉 這2%會去幫他連署就夠了 所以後面拼的是面子問題 後面拼的是我能夠逼你藍跟白 要跟我合 要跟我談的一個氣勢 好 那繼續往下走 無論他11月會不會最後送出這連署 至少現在9月到11月 都是郭台銘的戲碼 所以才會產生說 你看喔 包涵 他們明明到新北的計程車 公會去跑拖 業員值就賺到新聞了嘛 真的 去巧遇了郭董 這個拖是大家都該跑的拖嘛 是是是 國民黨業員值去你不能說他不對啊 可是他到現場 他說郭台銘來你也來了 然後有沒有什麼互動 這就是話題 可是我要提醒侯正寅有一個事情是 這一個活動我看到的 你們要注意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知道計程車同一公會 過去在各個縣市跟執政縣市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台北市柯文哲會覺得這是他的組織 但柯文哲一卸任之後 馬上被郭台銘連根拔起 新北市侯友宜還在當市長 結果這一場新北市的計程車公會 郭台銘到現場去 一樣規格 一樣喊郭總統 而且冠廷這個背板跟那個台北的一樣 都是全力支持阿兵的喔 所以這代表說這一些 連侯友宜他有優勢的組織的盤 連新北市人 郭台銘感覺手都伸進去了 那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啦 也許他有很棒的公共政策 也許是因為他有超能力 也許他有什麼原因不知道 但是總之 這一些組織看起來 也沒有在侯友宜應該表現好的新北市 而給侯友宜充足的面子 反而是比較挺郭台銘的態度 所以這個戰局我還是要講啦 關鍵還是民調 我一個禮拜前就講民調 現在一個禮拜過後了 民調感覺變化沒這麼大 但是如果再過一兩週之後 到底郭台銘的聲勢是往上或往下 如果他聲勢是往下 那代表侯羹柯邊緣化他的能量跟成果達到了 那我認為郭台銘也要出來更加叫板 說你要跟我整合的機率就變低 可是如果郭台銘是往上升 他只要升到跟侯友宜坑文哲差不多 說未來侯跟柯你就不能完全忽略他的存在 那現在這個局勢就如此 所以對於我們民進黨來說 我們就是做好萬全的準備 我們假使郭柯侯都會整合好的狀況 我們也要贏 我們也能證明跟大家講說 我們執政一定比這三位任何一位都來得好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準備 現在郭台銘就是不管怎麼樣硬要選 溫大哥這邊怎麼樣來看 因為感覺起來現在不管是侯振穎還是柯振穎 都想要想盡方式來邊緣這個郭董 可是真的有辦法邊緣的調嗎 因為今天其實稍早這個最新的畫面是說 郭董在接受媒體採訪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人問說這個媒體調查 好像有將近48%的人都不支持你獨立參選 郭董抓公直接標罵媒體8分鐘 說你們都沒有真實反應民意 藍綠媒體都在攻擊我 來問大哥怎麼樣看 郭董今天氣炸了 這個建議郭董趕快封面換掉 這個是印出來是這一本 原來是計畫這一本 你指著媒體再標罵8分鐘 這個比較有氣勢 郭董本來就是一個 講實在話 就是一個客水 比較說老子有錢 所以剛剛一直提說 這一些計程車司機什麼什麼 對他怎樣 計程車眼中你就是財神爺而已 你最好到時候現場賞個紅包 街道歡喜 所以要知道說 為什麼說他這麼樣 我們就以日本媒體 我覺得這一張處理的最好 很清楚一目了然 民進黨就是對中國強硬派 其他三個全部親中 這就是我跟人旁觀者親 你自己再看一下這個是環球時報 當時郭台銘參選 攪動台獨台灣政壇 然後島內民調三隻小豬面對終極選擇 抱歉 沒有所謂終極選擇 也沒有所謂三隻小豬 三隻小豬大家都忘了 三隻小豬是什麼的 是小英在二零一二年的三隻小豬立了大功 到現在中國都搞不清三隻小豬的意涵 什麼終極選擇 二零一二已經玩過了 所以要知道啦 事實上郭台銘他是相公五件 為什麼呢 他就等北京 你什麼時候讓我的資產 在中國的那些財產能夠順利移出 就像上一次韓國瑜那一次 他本身為什麼他質疑要參選 黨內出選失敗 後來中共那邊 他廣州的有一個工廠 八十八億美金就過付掉了 誰接手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現在變成養蚊子 但是呢 那個房子 那個廠賣掉的四天之後 郭台銘宣布退選 哦 所以歷史會重演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生女兒 他哪有什麼 他說現在又找了一個女的 莫非是嗎 呂秀蓮不成 因為他說政治色彩很低啦 呂秀蓮上來的話 這個又是製造一個聲量啊 總比找張淑芬好啊 找你的表姐好吧 因為張宗摩太太不一定要下來 幫你這個親戚忙嘛 所以各位要瞭解 連大陸那邊做的這一些檔案 講實在話 多看清楚臺灣的狀況 你們這些生意人 每天想的就是要賺錢 賺那麼多錢幹什麼 你現在七十多歲 因為他是最後一站 他不可能再複製三四年前說 韓國瑜那一億 我退選了 這一次我再退選 下一次你再出來 會被人家批水爛 你在玩什麼東西啊 這是欺騙郭粉的感情 這個講實在話 這危機揭秘啊 講實在話 我是建議各位有空 真的好好看 因為這裡面講得很清楚 美國不直接介入兩岸對話 國共論壇 一黨的對話管道 乃至於 華府支持兩岸修好 即使民進黨不高興 你就曉得說 老大哥在後面已經講得很清楚 你郭台銘你要去巴著中國 趕快要給你脫產 你就明講 你不拚大部 你在那邊對台灣的新聞界在那邊標罵 或者是說又放風說 又你的難不成會找柯媽來搭配你 李秀琳比較好啦 雙口裡比你還會講話 對吧 所以沒有這筆 沒有我講 說這句實在啦 民眾黨本身想說這一這一役完了 我看也差不多走入歷史 避其一役 避其說一役 讓整個這一些亂源完全弄掉 然後剛剛 為什麼說郭台銘 他相公五件 為什麼高宏安有事無恐 我給各位報告 這最重要的一個觀點 各位要知道這日本時代 身體是這樣喔 你曉得台灣跟大陸最近的地方在哪裡 平坦倒到南寮 然後私信中 這個老市長有眼見 他早就把南寮規劃一條北大陸跟公道五號 可以直接連結到中山高 省到一號 這個是已經是四十年前的規劃 拖到現在也沒做 好 各位看一下 美國人他們在軍演 在看什麼地方 怕的就是新竹淪陷 空軍基地 還有這個平坦倒那一邊的水溢船 他們的那些潛艦過來 這個當時我們在徵收的時候 我最近才去 這是新竹人之光 吳在溪 他就是新竹新埔 他壯烈犧牲 新竹人為台灣保護台灣奉獻多少 你難道說要讓新竹變成一個貪投寶 等一下回來帶您來看 這是不是昔日姐妹情不在了呢 高嘉瑜跟徐曉星怎麼會吵起架來 等一下回來 來請教一下明佑 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